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龙州赛的时候被公路收费员突袭 下午回到他的老家屏东参加音乐会 又被近500名台军将领在场外抗议当军的年金改革 屏东演艺厅外抗议人士频频叫喊 要蔡英文出来回应 因为年金改革下一波对象就是他们 但是因生怕场面失控 当地警方早做准备 交通栏杆巨马和人强警力层层戒备 不让近500名的台军退休将领们有机可乘 此举引起台湾民众质疑 为什么搞一场音乐会也要像戒严一样排步巨马呢 难道现在是战争时期 台湾网友讽刺 这是欢迎蔡英文回屏东的最高规格吗 在这个团演的时刻跟我的相亲在一起 我是非常非常高兴 蔡英文场内讲话故作轻松 而场外这样的对立场面 在蔡英文一天三场公开活动中 就有两起呛声抗议 公共收费员在28号上午突袭蔡英文看龙州现场 抗议人士本想冲到蔡英文面前 但被现场警力拦下 这也让前马英九办公室副秘书长罗志强直言很讽刺 接下来我们来看台湾媒体今天 还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评论 我们来连线本台驻台新闻观察员叶清零 清零时间交给你 好的客主 我们先来看看前面新闻里提到的 蔡英文一天南北行抗争如影随形 台湾社会是怎么评论的 中国时报是整版在报道这几件抗议的事件 根据中国时报的报道 蔡英文面对抗议似乎是无动于衷 在台北龙州赛被呛声之后 他在脸书上还写下了这么一段颇有深意的话 在观赏比赛的时候 发现选手必须依循着鼓声奋勇滑奖 如果有人没有按照节奏 或者是方向不一致 就可能会导致船速减慢 甚至是原地打转 因此每一次下奖都是学问 而船上每个人都是关键 奖手 夺标手 鼓手和舵手 需要通力合作 才能够让龙州顺利地向前 有网友就留言说 说这么多不就是一句话吗 我不想听 你们就别啰嗦了 或者说你们这样做就是反改革 中国时报就有一篇评论 说蔡英文当局施政频频受挫 政洁之一很大问题出在不肯沟通 比如说以军公教年金改革为例 民进党上台以来想到的就是限期完成 民进党固然可以在以立法机构席位优势来强度观山 但是之后社会因为改革形成分裂 去年5月蔡英文当局 蔡英文就职前新团队誓言当局施政要不断地沟通 说服要有专业感和公信力 还说要主动地说明进步的政策 要能够创造感动人心的态度和形象 如今对照表现 蔡英文对于社会沟通的课程看来是要重修了 联合报就刊登了台湾一位作家叫黄艺莲的文章 题目叫做蛇龙镇中听音乐会情何以堪 文章说何其的讽刺 蔡英文上任以来首度返乡举办音乐会 却是在重重警力和层层的巨马借户之下登场 原本希望让音乐会走出办公室的美意 早已经变质走样 非常令人遗憾 号称最会沟通的蔡英文当局 就任前曾经说当局听不见的时候 可以大声一点 甚至可以拍桌子 上台一年却改口 自己听见之后就可以不用这么大声了 人民究竟要如何表达不满 蔡英文真的是听见了吗 西方有一句谚语说 不要向井里吐痰 也许你还会来喝井里的水 民进党过去八年没有上台施政的时候 一再为反对而反对 全盘否决国民党政策 但是过去一年来 台湾政局几乎可以用内忧外患 官逼民反八个字来形容 这个期间两岸冰封 外事困顿 防务事故频传 台湾内部多事之秋 社会动荡 当局疲于应付 是一筹莫展 面对各界的抗议 昔日力挺群众抗争是改革正义 今天却被看作是所谓的违法脱续 从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 中山南路 青岛东路 永和寓所 一路到蔡英文的故乡 屏东演语厅 带刺的巨马 刀片蛇龙 层层叠叠 严阵以待 民进党着势惊飞 蔡英文竟然要台湾人民 没事不要经常上街头 思维逻辑是矛盾错乱的 蔡英文当局正落入陈水扁时代 搞意识形态 胜过拼经济的苛救 不过就像前面我们看到 蔡英文在脸书上 文糟糟的 却勉里藏真的回应 就可以看出 对于反对的声音 他们已经是屏蔽了 根据中国时报今天的报道 民进党已经放话了 所谓的前瞻计划 在六月份 台立法机构临时会 一定要通过 这个标题就显示了 台湾媒体的焦虑 霸王硬上弓 只会痛视民心 看来接下来一段时间 台湾蓝绿之间的对立 人民的抗争 只会是越演越烈 好 以上今天 我在台北的观察 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科主 好的 谢谢清零 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 针对蔡英文就职一周年 台湾民意基金会 日前民调结果出炉 给了蔡英文不及格的52分 27号 台湾民意基金会 董事长游英龙发表文章 提出所谓蔡当局 施政陷入困境的六点原因 据台湾民意基金会 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对于蔡英文处理台湾政务的方式 不满意者达51.8% 逼近史上新高 在施政方面 分数更只有52.41分 这让台湾民意基金会 董事长游英龙难以置信 在他看来 民进党在岛内实现 所谓完全执政 党政军大权一把抓 蔡英文怎么可能会做不好 那么蔡英文错在哪呢 游英龙总结了六点 第一 蔡英文蓄意与陈水扁切割 完全不用陈水扁用过的人 造成相当程度上 民进党八年施政经验 不连续的现象 第二 蔡英文漠视责任政党的政治伦理 搞出一个比较像是 外籍兵团的行政团队 成员都是高薪聘的雇佣兵 根本就是一个怪胎 第三 蔡英文高估了施政团队的能力 用人为亲 却怪民进党内没有人才 而民进党内过度权谋的氛围 压缩了改革与进步的空间 第四 低估改革的难度 蔡当局角色风格 呈现边学边做 出现发夹弯现象 一例一休 年金改革 司法改革 前瞻计划 同性婚姻合法化等等 都有类似现象 非但没有凝聚共识 反而不断引发争议 点燃民怨 还导致社会各界 纷纷走上街头抗争 第五策略性的忽略基本政治规则的变革 比如蔡当局回避承认九二共识 代之以尊重九二会谈 实则想以文字游戏式的所谓善意 来博取民意 误导舆论 迷惑大陆 最后 游英龙表示 蔡英文当局的问题 在于核心价值模糊 且相互矛盾 他一面说要大力改革 一方面又说要团结台湾 眼下蔡英文的第一年过去了 多数台湾人民是错愕不满的 未来还有三年任期 但多数人还是不看好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游英龙投书媒体 提出所谓蔡当局 施政困境危机的六点原因 他还说 蔡英文施政的第一年 交出如此糟糕的成绩单 让人不敢相信 那么如何看待游英龙的六点看法 我们来看东南卫视特约评论员 郑诗诚的观察分析 你知道游英龙从蔡英文上台之后 一路做民调 他说他的民调叫雪崩式的下跌 因为他完全 我刚刚在前面谈过 他完全他的做法跟民意是互相背离的 他任何一项的做法 不是几乎 全部不及格 所以他现在的民调支持率 只剩下20%不到 我这么说好了 因为蔡英文本身是含着金汤匙出身 所以他完全不晓得民间疾苦 所以他的任何作为都是用想象出来 我常讽刺他 他是一个科学家 从他就任那一天的演说 然后里面不提九二共识 他也没有跟对岸仕途做个接触 包括台湾能不能参加WHA 他也是等 没有九二共识 基本上不可能参加WHA 这是常识好吗 所以在这种氛围之下 我们现在这个领导人完全没有任何的章法 所以他在用想象去当台湾领导人 下场就是如此 所以不要说六项五项十项 他没有一项能够合格 你看为什么从一开始的支持率这么高到现在 我直接批判他就重判亲礼 这会儿在屏东要开什么就职一周年演唱会 外面一大堆剧 人家说干嘛 你要关起来 关起来听演唱会 听音乐会 你有毛病 这就是我们现在台湾的领导人 所以他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如雪崩式的下跌 未来会继续的往下走 所以游云龙说这个六点 未来不只是六点 可能是六十点六百点 因为重要不是他的出手 重要是问题出现在这个人的身上 而蔡英文这样的一个人 继续这样子当领导人 台湾的危机会持续下去 而且会越来越糟糕 陈水扁建制参加凯达格兰基金会举办的募款餐会 所谓特赦陈水扁的议题再度被开启 据台湾媒体报道 高雄市长陈菊 台南市长赖清德出面呼吁 所谓特赦陈水扁 有消息称 蔡英文早在参会之前 就曾经私下拜会深绿人士彭明敏 彭明敏询问蔡英文有关 所谓特赦陈水扁的态度 蔡英文当场回说 不可能引爆贬系人马怒气 对此蔡英文办公室否认 指蔡英文与彭明敏并未会面 吕秀莲领导人吕秀莲日前表示 台湾不能绕着所谓统独议题打转 吕秀莲并说 自己几乎想跟蔡英文喊话 再不努力 台湾会亡在你手里 对此前马英九办公室副秘书长罗志强称 吕秀莲说话越来越接地气 吕秀莲日前说 台湾不该沉溺在过去争议 将国民党视作敌人 若再不接受新责任 走出隧道就会丧失希望 吕秀莲表示 对于吕秀莲的喊话 罗志强在联谱网表示 吕秀莲说话越来越接地气 蔡英文可以不听国民党说的话 但吕秀莲的话 势必得再三思考 罗志强呼吁蔡英文 别让吕秀莲台湾会亡在你手里 一语成谶好吗 并说大家不是因党派之意刻意找茬 而是以不分蓝绿的心态 共同为台湾未来担心 日本夏普社长戴正吴 日前证实 台湾鸿海集团和日本夏普公司 准备在美国设中小尺寸面板厂 预计投资2200亿新台币 反观美国积极招商 戴正吴批评台当局态度冷冰冰 就连台湾财经专家谢金河 也在脸书po文称 全世界都在鼓励制造业回流 只有台湾还在鼓吹南向 出席自家活动 鸿海集团副总裁 同时也以夏普社长身份的戴正吴 日前首次证实 鸿海和夏普准备到美国投资 中小尺寸面板厂 预期总投资金额超过8000亿日元 相当于新台币2200亿 4月 戴正吴陪同鸿海董事长郭台宁 一起到白宫会见特朗普 台湾招商细节 回台第一次露面 却对小英当局有话要说 他说见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后 隔天立刻有六个州的州长 找上门积极招商 反而台当局招商态度冷冰冰 台经济部门态度放软 也强调当局对于招商 有一系列客制化服务 但成效在哪 批评的不止夏普社长 台财经专家谢金河说 相同的话 我也曾听王文渊总裁说过 他说美国德州州长为了招商 就亲自陪他三天 特朗普一直希望 制造业重返美国 但我从没听过 从小英口中说出 制造业重返台湾的话 我们仍然在鼓吹南向 感叹地说 全世界都努力争取制造业 只有台湾什么都不要 台湾自从提出 费荷家园之后 那么这一些的外商 它当然也面临到 就是说它很可能会 随时要有面临到这种断电 台当局招商功利 看在产业专家眼里 台当局还不能称得上及格 台湾铁路部门12小时连续发生了三件死伤事故 先是27号晚间 在桃园浦兴治中立区间 发生了路人闯越轨道死亡事件 28号上午又发生了两起死伤事故 28号上午5时14分 在高雄至新佐营间西线明城路平交道 有一名路人骑单车在平交道跌倒 火车紧急停车 稍微撞到单车 该名路人脚步稍有受伤 接着28号上午6时59分 彰化开往潮州的举光号 行经嘉义至南境间东线戈西路平交道 又发生一名民众侵入轨道 该名民众当场死亡 国际方面 美国密西西比州警方28号证实 27号晚间在该州林肯县发生三起枪击案 已经导致包括一名副警长在内的8人死亡 目前有嫌疑人已经被抓获 眼下政治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小长假 突发的恶性枪支事件 让美国的控枪问题再度受到关注 密西西比州调查局发言人沃伦斯特兰在一份说明中说 枪杀案发生在该州林肯县伯格齐托镇的三处住所中 林肯县警方称 有人在夜间报警 称有刑迹可疑的人拒绝离开他们的家 一名警察前往后和嫌疑人交火 导致该警察和另外三人死亡 此外在附近的另两处住宅中 分别有两人被打死 警方已经抓获了一名名为威力格德伯特的嫌疑人 警方说格德伯特此前有大量犯罪记录 这起恶性枪击案目前已经引发广泛关注 人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严厉谴责凶手残忍 此外讨论还涉及执法 种族党派政治等诸多问题 有网友表示美国媒体还说欧洲不安全 现在看是谎言 面对这起恶性枪击案 有网友呼吁 与其颁布针对穆斯林国家的入境限制令 不如严格枪击管理 不过自特朗普入主白宫后 奥巴马时期 美国区域严格的控枪局面已经发生逆转 特朗普明确支持美国民众的拥枪权 上任后还取消了奥巴马政府 要求构枪者提供精神健康信息的规定 今年4月28号 特朗普还成为自里根总统之后 34年来 第一位在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年会上 发表讲话的总统 埃及外交部27号晚发表声明说 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当日致信联合国安理会 通报埃及军队近日对利比亚境内 恐怖主义目标进行空中打击的情况 埃及外交部声明说 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向安理会通报说 埃及空军于26号和27号 打击了位于利比亚东部城市 德尔纳的恐怖分子训练营等目标 这一行动遵循联合国宪章的 有关规定 以及安理会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 决议精神 埃及军方说 日前在埃及发动袭击的 恐怖分子曾在利比亚受训 对利境内恐怖分子目标 进行空中打击 是对恐怖分子在埃及发动袭击的回应 埃及南部的明亚省26号上午 发生针对平民的严重恐怖袭击 造成29人死亡 20余人受伤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7号 在社交网站上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埃及总统塞西在恐袭发生后的 电视讲话中说 埃及将全力打击 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及其营地 英国定于6月8号举行议会选举 多家民调机构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曼彻斯特恐怖袭击案发生之后 首相特雷沙梅的支持率急转直下领先优势缩小 恐怕无法实现此前预期的压倒性胜利 英国媒体认为 如果特雷沙梅在选举中取得的一席优势 未能超越其前任卡梅伦 那这将意味着他的这场政治豪赌 以失败告终 路透社28号公布四家民调机构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特雷沙梅与工党领袖杰利米·科尔滨相比 虽然支持率仍占优势 但领先幅度缩小了2至6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定于6月8号举行的议会选举 将比此前预想的激烈 其中奥平牛母咨询公司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在距离大选仅剩10天的情况下 对特雷沙梅持负面印象的民众有所增加 37%的受访者表示 与选战刚打响时相比 他们对特雷沙梅的印象变差 另有25%的受访者对他好感度增加 相比之下 科尔滨的支持率则触底反弹 调查数据显示 39%的受访者对他持正面看法 而仅有14%的受访者对他持负面态度 特雷沙梅今年4月宣布提前举行大选 以便新政府更好的代表英国与欧盟进行脱欧谈判 当时外界普遍认为 他将在选举中大获全胜 甚至把老对手工党赶尽杀绝 对于特雷沙梅支持率突然走低 一些政治学专家认为 这一方面是由于民众与新任首相之间的明月期结束 另一方面 源于保守党在社会福利方面提出的新政策不受欢迎 大侠五报 我们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英国航空公司数千名乘客 因为电脑系统故障而滞留机场 对此英航首席执行官克鲁兹28日表示道歉 27日英国航空公司因信息系统出现问题 对该航空公司旗下的全球航线造成严重干扰 27日从伦敦西斯罗和盖特威客机场出发的所有航班都被迫取消 电脑故障还使英航的网上值班系统和电话服务热线陷入瘫痪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在上周末举行的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 非国大执委会再次提出对非国大主席南非总统祖马不信任案的动议 当地时间29号下午2点 非国大将就此次执委会会议结果召开新闻发布会 届时祖马能否逃过此次不信任动议 谜底将会揭晓 去年11月祖马曾面临首次不信任动议 但安然度过危机 英国警方28号表示 他们已经于27号在曼彻斯特逮捕了一名25岁的男子 此人涉嫌参与了曼彻斯特爆炸案 至此警方已经正式逮捕了12名与恐袭有关的嫌犯 目前在押嫌犯中年龄最低为18岁 最高为44岁 英国曼彻斯特体育场22号晚发生爆炸袭击 造成22人死亡59人受伤 当地时间28号 英国曼彻斯特社区数十名朋友 家人和社区成员聚在一起 为曼彻斯特恐怖袭击中的一名遇难者首业 斯里兰卡官员28号表示 该国因暴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 已造成151人死亡 111人失踪 连日来 持续性强风和暴雨 袭击了斯西部及南部的科伦坡 汉班托塔 马塔拉 高尔 拉特纳普拉和卡卢特勒等14个地区 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 受洪水和山体滑坡影响 斯南部高速公路和铁路已停运 多地学校停课 美国新泽西州当地时间28号 一名海豹突击队伞兵 在一年一度的海军州进行跳伞表演时发生意外 海军少将斯科比称 由于这名伞兵的降落伞未能正确打开 导致伞兵直接坠入水中不幸身亡 目前尚不清楚遇难伞兵的具体身份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 5月27号 中国棋手柯杰与人工智能阿尔法维棋 在乌镇展开三番棋比赛的终局对决 最终柯杰奋力拼杀 仍然不敌阿尔法维棋 中盘认输 结束了这场人机对决 应柯杰赛前请求 他在此局直白棋 在历经约三个半小时的队议后 柯杰头子认输 直黑的阿尔法维棋中盘获胜 至此柯杰在与阿尔法维棋的 三番棋较量中连输三局 柯杰在赛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阿尔法维棋表现得太完美了 没有任何缺陷 真的是这样 因为他实在是太完美了 真的是太完美了 没有任何的缺陷 没有任何的心态上的波动 所以我其实真的很责怪自己 没能下来更好一点 这两个都坏得起 谷歌深层思维公司首席执行官哈萨比斯赛后表示 对于阿尔法维棋而言 能与世界顶尖棋手举行一系列比赛 已经视他作为一个竞技程序的巅峰 因此阿尔法维棋今后将不再参与维棋比赛 阿尔法维棋团队成员表示 近期团队将会公布50盘阿尔法维棋 自我对战的棋局以慢棋的形式体现 以供围棋爱好者观看分享 再过几天就是儿童节了 很多学校都会搞一些活动 评选一些奖项来鼓励孩子们 家长也会跟着一起高兴 不过呢 美国有一位妈妈 却对自己孩子拿回的奖不太满意 因为老师给他女儿发的奖 非常的荒唐 名字叫做最可能成为恐怖分子奖 13岁的利泽特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名学生 最近他所在的学校搞了一次活动 同学们都获得了不同的奖项 利泽特得的奖听上去有些特别 叫最可能成为恐怖分子奖 对于女儿得的这个奖 利泽特的妈妈表示很吃惊 据了解 由于这一事件曝光后引发争议 在压力之下 涉事的学校已经发布声明 对向学生颁发这种奖项表示道歉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海峡新干线官方微博和东南卫视官方微信号 我是艾科竹 在福州祝福您无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